哈喽大家好,我是萌妹,今天我要给大家另一部女子拥有特殊体质,和她在一起的男生都会撞鬼的故事,我的见鬼女友,男主大帅原本是一个便宜街头魔术师,一天她在人群里发现了幽灵般的小美,在小美活死人的气质里,她想到了一个成名的法子,她邀请了小美一起合作,开创了驱鬼魔术,并预约成为知名魔术师,她也发现认识了两年的小美,一直都是独来独往,没参加过同事的聚餐, 于是在一次表演结束后,大帅强势要求小美必须去参加,结果小美的酒品极差,喝了酒就开始发酒疯了,还撕破了大帅的衬衫,第二天,大帅打电话给小美心事问罪,却听到小美那边传来了奇怪的尖叫,于是赶去了小美家 他来交谈中,大帅看到了一个脸色苍白的小孩站在了门外,刚想招呼进来,却发现小孩居然不见了,本以为只是调皮孩子,却没想到回到家休息的大帅,居然感觉自己房间有人走来走去 一看镜子,背后居然拍着一个小孩,他吓坏了,打电话给小美,从小美口中他才得知,那个小孩居然是鬼 小美赶了过来,并感应了小男孩的心声,原来男孩和父亲发生了车祸,男孩已经去世了,他只是想让他们救救自己的爸爸 小美叫了救护车,男孩和他们感谢后,离开了,小美也和大帅说了自己的故事 原来高中的时候,小美和他最好的朋友小猪出去玩,结果俩人不信溺水了,被救上来后,救生员选择先救小美 因此小猪错过了最佳抢救时间,去世了 从那之后,小猪的鬼魂开始缠上他,小猪赶走了他身边的所有朋友 妹妹也无法忍受,要求母亲和他一起搬走了 继续淡淡说可以保护他的男人,在被吓了一次后,就直接离开了 毕竟和他恋爱不是那种爱情片,而是恐怖片,这种刺激谁顶得住呢 所以小美变成了一个幽灵一样的活死人 但大帅听完却没有因此就远离小美,反而和小美越来越亲近 两人也开始互生好感,但是大帅把小美带回自己家后 小猪的鬼魂果不其然出现了 大帅还是受到了惊吓,也因为恐惧慢慢疏远了小美 小美辞职了,但大帅无时无刻不再思念着小美 他终于忍不住约了小美见面 小美一个人在街头等待大帅的时候 却突然被出现的小猪鬼魂从后面抓住 大帅及时出现,巧妙赶走了小猪 他们确认了关系,还为爱鼓掌了 但是第二天,大帅离开准备去表演现场的时候 却离奇地出了车祸,还遭遇了各种危险 虽然都是有惊无险,小美赶去找了大帅 大帅正在表演,但表演期间意外却发生了 小猪把小美抓了起来丢进了水箱 大帅也发生了意外 在水里,小美终于看到了小猪 她想起意外发生前 小美好奇借了小猪的守护项链带 所以发生意外时,救生员被项链的光吸引 所以选择了先救小美 在命悬一线时,她把项链还给了小猪 小猪也终于原谅了小美选择离开了 但小美怕自己的存在会继续伤害大帅 所以想出国找自己妈妈 但小猪却出现,让航班出现了问题返航 故意让小美无法离开大帅 最后,大帅和小美克服了重重阻碍 修成了正果 这部电影,总的来说虽然有点吓人 但还是以甜蜜的调调为主 虽然被鬼魂跟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但女主也利用自己会被鬼魂纠缠的特质 帮助了许多人完成未完成的心愿 但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还是尽量让人生不要有遗憾才好 好了,听说超级无敌 可爱帅气的你会点赞评论 关注哦